我們今天想邀請教育科技大學的林毅宣博士來跟我們講他前進做了一半要談問題的一切 歡迎林博士 首先謝謝黃老師的邀請還有這個機會這邊給人家 今天我要想講的是我最近到目前為止在讀的非局部的反問題 這是我的合作者 當然不是一篇文章,我跟這些人目前寫了四篇文章的這上面 這是一個很新很新的課題 因為這個課題在2016年底才被發現 這問題跟機率有關心 跟實際的應用也有關心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角度去讀反問題 不管是Local或是Non-Local 讀反問題只有它實際的意義 不管在應用上還是在數學上 今天是我的大綱 第一部分我會先解釋為什麼叫反問題 因為我想可能並不是所有人都很熟悉反問題 所以我想要試著讓所有人都了解什麼叫做反問題 第二個是講Non-Local 非局部的橢圓反問題 非局部的東西是 算是一個很新的語言 因為以前所知道的工具實在是非常非常少 直到Carverity跟Seal Bass Track在2006年 做了第一篇Extension Power的文章 Non-Local的問題才開始被築 直到Stinga跟Toria他們另外一組Carverity的學生 他們在2011年給一個更廣的東西 所以這個問題在實在是最近 在十年間才可以很恐怖發展 不管是真問題還是反問題 那最後一個是Approximation Property 這個東西 Approximation Property 在一般的Approximation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就是它其實沒有那麼好的限制可以表示 但是在Non-Local的情況下 它有一個很好的表示法 那Non-Local的Approximated Property 會給的很特別的行為 怎樣就看到 好 那第一部分問題 反問題 什麼叫做反問題 這是第一個要問的事情 所以從實際來看 如果我們今天有照相 所有人都可能可以照相 那以前的情況是 如果今天拿了一個相機 對著一個物體去照相 可能手晃 那影像最後就變成模糊了 那正問題是說 你今天給了一個影像 給了一個物體在這邊 Cargit Image在這邊 那你手晃的 今天得到一個Bird的影像 例如說我在電視KOP 跟朋友KOP 那影像模糊了怎麼辦 那反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回復這個影像 那這問題就是 一個原來的影像 你會變成一個很模糊的影像 那反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把模糊 模糊的影像 變成原來的影像 這東西叫做Image Deploying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然後呢 再適當的一個Inversion 其實你可以用MongoShot 或者L1 Regulation 去把這個東西Recover 但是其實Recover效果 可能未必那麼好 但某種程度它可以做到說 你把影像模糊 變得不模糊 所以你把影像 回歸成原來的樣子 這是一個反問題的問題 那或者是 另外一個應用就是 CT 你在可能去醫院的時候 做健康檢查 那醫生會說 你躺在一個機器上面 或是抱著一個機器 然後穿著一件黑色衣服 然後就照相 那照出熊腔組織 照出熊熱的人 那個熱舞這邊的影像 那醫生看了幾張圖片 就可以跟你說 你的肺裡面 或者是身體裡面 有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看得到 那問題是說 如果今天給了一個人 他去照相 那可能照出這個二維的影像 那反問題是 醫生要怎麼知道 裡面的東西當作沒有問題 你要怎麼從二維的影像 去重構出三維的影像 這反問題是在考慮的事情 那更多的事情 就是像這種 就是如果有人打釘子 那你要怎麼知道 這釘子到底是在生前在哪裡 因為這可能出車 或脫鋪 這是真的死性影像 那 對 可是問題是 你從這個看 你根本看不出 這一根在哪裡 這一根在哪裡 你只看得到二維的影像 問題是 你要怎麼知道 三維的在哪裡 那給了一個影像 你要怎麼知道 這個人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反問題要考慮的事情 還有 這個也是以CD 本來配進去 然後說 電腦這成的掃瞄 掃瞄的影像 就是 這個圖 那 問題在這邊就是 你要怎麼從這個二維的圖 去知道 那個腦袋裡面的腦瘤 或者是腦袋裡面的不好的東西 到底在哪 那個位置 因為不可能說 在這個位置有什麼挖進去 就是 因為掃的時候是 這個圖 這樣掃 它是平的掃 所以掃的時候是掃到這個平面的地方 那你得到的影像 這邊是黑的 不可能說我永遠在黑的位置 全部都挖進去 因為這腦 所以一定要找到 到底在哪個位置 這三維的reconstruction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反問題 然後這些反問題 都有很多人在做 直到Ratone 它做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Ratone transform 那這東西就做 Field-back transformation 它做的意思就是 你找了一個Field-back projection 那你在醫院 醫院他們的確是用 這個東西 FBP 他們把人推進去 造出二維的影像 然後用FBP 重構做三維的影像 那這東西其實是 的確 已經夠清楚了 在腦的情況已經夠清楚了 那這在 1979的諾貝爾獎 做了這件事 就是他們把Ratone 拿去做實際應用 然後做完之後 他就可以重構三維的影像 事實上重複 然後這很少1979 那事實上 就是 要分得很clear的圖 就是你要知道 所有腦袋 或是所有的內在構造 還有一段要努力的距離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 要從 人的外面 知道人的裡面 因為這種情況 不可能說 假設病人說我頭暈 那我就先把你的腦把開來 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嘛 所以一定要推進去 從影像 或從數據上 知道這個病人 可能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些東西都跟訪問 尤其是醫學醫生處理 最近很紅的特定 那另外一種 universe problem 就是這個 我們想要去瞭解 底下 今天有一個平面 TetherF2 一個平面 一個地板 然後底下有土壤 那土壤其實 土壤的導電性不夠 當土壤裡面有水 它導電性會比較好 那今天 今天放了一個 cable 在這條線上 放了一些節點去測量 然後 這裡有一個儀器 所以 所以你開設 通它的電壓 通了電壓之後 根據歐姆金句 你會聊到電 電流 這個電流跟電壓 會滿足歐姆死亡 所以你可以知道compativity 你上線 你上線才會有一個compativity 那在這時候 量的compativity 在這個區域上 復健的會一樣 因為搞不好 有些地方有石頭 有些地方有金屬 有些地方有動物屍體 有些地方有動物屍體 有些地方完全是 土壤 那這些所有東西 都比你不一樣的compativity 資訊 那這件事 這是怎麼可以應用在反光景呢 就是今天 假設 我今天在這邊量 在這個平面上 把這個地板 長成成這個地板 在這個平面量 在上面放測量器 然後充電 然後充電之後 底下 假設這邊是石油 或者是 假設這邊是金屬 或者是黃金 今天想要 藏寶 或挖寶上的人 因為黃金充電 石油充電 所以這裡面的compativity 一定比土壤的compativity大很多 這兩個compativity 是完全不一樣的compativity 所以藉由這樣的測量 先放水平面 水平面測量到這一塊 從這裡到這裡 的compativity 比這兩邊 就是從樹的這一邊 或是右邊沒有量到的地方 compativity大很多 那這時候再往錘這個地方量 放通常的器材 再量一次 去探知這個石油的深度在哪裡 那這東西的確是在 實際上被應用的 那這個問題是 Ketron 如果做PP的人 都叫Ketron Digman Digman Ketron 他的確當初是在挖石油 才去做數學 他當初是在石油公司上復原 然後他想要找石油 那他發現 你不可能每次要找石油 就是那一個真土機挖 挖到幾百公尺 然後說找不到 說這一塊沒有 那我就去挖下一塊 因為那時候的器材很貴 所以我每次動工就是花錢 那他的動機就是說 我是不是有辦法在挖之前 先知道 哪裡可能會有石油 那這跟醫學影像一模一樣 就是剛剛那個醫學影像 我有沒有辦法在病人頭痛的時候 或頭暈的時候 在開他的頭之前 知道他的頭可能有什麼問題 那在石油的看這也是 我今天想要找石油 我今天想要找房金 想要找保障 我能不能在挖之前 先大概知道 石油可能在哪裡 然後Ketron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那他當然不只是問這個問題 他也是某種程度適當地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不然他不可能都沒有問題 那 他會 我想 聽說他當初的原因是 因為那個石油公司 他找到了這個Alberian 石油公司其實沒有對他很好 所以他就 還蠻不爽就跑走了 我就說 我去讀數學好了 所以他在那個年代 他那個年代其實是 一般的人大概是20-25 當博士畢業 然後計他在升級 在博士畢業 因為他前面六年去石油公司 賺錢 然後發現賺不到錢 他把他回去當數學這樣 所以這是他的故事 他這個也是很神奇 然後他就回去跟這個門 做十分心 然後最後他 把這整個問題 這整個挖石油問題 數學 我們類型 還有 有了他 要造一個exponential 的東西 然後這是他很大的問題 那 這東西在1980年開始 那從他1980年 這篇文章一出來之後 反問級的領域就全部打開了 那1980年到現在大概38年 也大概40年了 所以反問級的歷史發展 也大概只有40年 那這件事情 其實比較會 比較少被人知道 但是他背後的數學理論 其實很深刻 或者是背後的 實際的應用 像石油看測 像剛剛的CT 像剛剛的 把影像 deblery 就是把模糊去掉 這些東西都在反問級中 是 每一個東西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科技 那 那 這東西在 這東西在 這東西上 叫KidonProblem 那 KidonProblem當然不只是 電流線一樣 你也可以去量 電子場 也可以去量 那個地震波 也可以去量 或是 任何的數學模糊 你都可以問一次 這樣的問題 因為每個數學模糊 都會對應到每個不一樣的物理模型 然後每個物理模型都會對應到不一樣的 application 那 那 KidonProblem 會跟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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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專訊瞄 就是要知道頭裡面的東西 或是 逆在這個問題 或是 Invisible clocking 這東西最近很恍恍 大概 快十年了 這隱形 還有 就是 重構傷害物 重構 shape 那重構shape 事實上是在 做醫療影像 例如說一個人裡面 他有一個腫瘤 你要做不到腫瘤的 形狀大小為止 在人的哪裡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 所以其實每件事都有實際問題 那 KidonProblemation 考慮的是最簡單的 conductivity equation 我考慮一個二屆同學的方程 Divergent Gamma GradianU 一個二屆同學 那幹嘛 我假設是正的 因為它是conductivity 所以competivity 永遠都正 那competivity equation 這個時候 在PTE的課程中 我們都學過 如果U等於F 在邊邊上 我給出來 U等於F 那幹嘛 我知道的話 我可以翻解U 我可以把U解完 U解完之後 我就可以去算它的 Normen Data Dirish Data 在一般的物理上面 量的意思是 Dirish Data 你就開機器 就電壓 Normen Data 它是Current 所以在物理的模型下 你給了電壓 你知道電阻 你就可以量電流 歐姆電律 這 那進化的歐姆電律 那 反問題問的是說 如果 我今天不知道 幹嘛是什麼 我今天不知道 它的competivity是多少 完全不知道 那我開了機器 在一個物體上面 我就插電 然後機器打開 通電壓 兩道電流 問題 什麼是competivity 這個物體的competivity是多少 這是反問題問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 有一個 在芬蘭的 University of Trophy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 給了一個competivity 在這邊 裡面有一個 density更大的competivity 兩個不一樣的 在邊邊接這些 剛剛的接電 充電 去量 Numerical化碎就是這樣 它可以量到不一樣的competivity Numerically 這是芬蘭他們在做的事情 量到還是粉碎 蛤 粉碎 從邊邊的 對 不是去中間量 不是去中間量 在邊邊 器材就在邊邊 就是這個 這是紅色嗎 紅色黑色紅色黑色 這個東西 是邊邊量到 然後是造型的東西 他們是把 當然做型的時候 是先放好器材 然後我就充電 之後畫Numeric 畫完之後 就是說 這個形狀 事實上跟這個形狀 看起來是很像 那這東西就是 從邊邊去量裡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 再應用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被 非破壞性探者 就是我想要知道 石油在哪裡 我不可能先挖地 我想要知道人為什麼頭暈 我不可能先開鬧 所有事情都是 在不能破壞 表面的結構的任何情況下 想要知道裡面的事情 這是防問題的motivation 這非常很Provenant的動機 想要讀 就是從邊邊知道裡面 那 那 怎麼解決 對 幹嘛是唯一確定的 對 市場代表是幹嘛唯一確定的 對 市場代表是幹嘛唯一確定的 然後 為什麼 我現在要講 然後 還要講一件事 當幹嘛是scaled function 的時候 這張老師做的梗 從那個幹嘛 你可以唯一確定幹嘛 但是當幹嘛是matrix 的時候 不會 會有不違憶性 然後不違憶性 會造成cloken 會造成隱形的效果 然後會看到 那 怎麼證據這件事呢 因為其實sharing equation compativity equation 這件事不容易直接整 那在1987年的時候 他們做的方法就是 先 做一個transform 讓u等於幹嘛 不二分之一v 然後把 u帶進去原來的compativity equation 得到的v的解會滿足sharing equation 直接動手算 算了滿足這個 equation之後 考慮一樣的inverse probability 這時候是q不知道 q不知道 給了一樣的DM map 就是邊界從 BerichData到 NeumannData 的這樣的map 那我可不可以從 這個邊界的DM map 直到 q的所有的值 那當然是可以 在Celvet Women 1987年 他們的Enovs文章 他們正面的GlobalMinting 當邊界的 你現在有兩個q1 q2 就是這邊有q1 q2 那lantaq1也lantaq2 就是這兩個map 一樣的時候 那這會知道q1 所以當邊邊一樣的時候 裡面q4 唯一被確定 那當q4 唯一被確定的時候 用這個東西 去解爛雜的二階方寸 那哪就被違意確定 那幹嘛就被違意確定 就是 就反正解一個二階方寸 所以這有沒有個幾尾 三尾 三尾以上 N3.30 那些結果 對跟一尾都對 沒有 目前結果對 二尾都對 一尾不考慮 因為一尾只有兩個點 對 二尾以上 對 二尾到 二尾以上全部都對 可是這個結果 在1987年只有 三尾也成為對 然後二尾是到2008年才被整 二尾才有先天性的難度 對 二尾的結果不太一樣 Q4 沒有 Q4隨便 因為我們不知道 Gamma是大語言的時候 就算算 打PAS的Gamma二等級 我們不知道這個方向是正來的 那二尾的結果呢 是唯一確定 對 二尾也是唯一確定 對 不管是二尾三尾 只要在 Istropic 所謂Istropic就是 當Gamma是Scale function 它是唯一被確定 當Gamma是Matrix 有 不違意性 然後不違意性 我等一下會講到 那在應用的時候 這就是人體EIT 所以在EIT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有經驗 像我經驗是心電圖 你到心電圖的時候 醫院會給你寫土豆腥 然後去貼這些貼片 那為什麼 從醫院可以知道 從貼這些貼片 會知道心臟有心律不整 或心臟病的問題 他根本沒有打開你的身體 看你的心臟怎麼跳 他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你心臟跳中是有微弱電子 有微弱靜電產生的 那从静电产生,静电就有可能不停 所以这东西在,因为人体面都有静电,所以EH Impedent Commover,就是EAT 这东西在医学影像处理很有用,尤其是心脏或是肺 因为心脏跟肺都电流静电让它跳 EAT 真的是有回说的,这是我合作者,她叫 Jennifer Miller, The Colorado State 她就是在,这是另外一个教授在展览,叫Famuli 这就是贴这些 EAT 的贴片,然后贴到这边 从这些细材去量,它喉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从这些 EAT 的数据去看 那更多的讨论题,在数学的情况下就是 如果要读数学的话,很Nature就问 刚刚的Use Unity,就是如果两个边界纸一样的时候,里面会不会一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不一样的时候,Stability,两个边界纸够靠近的时候,里面会不会也够靠近 然后答案都是会 那Reconstruction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办法 把Q 给,从那把Q 给出 Extensive formula,把Q 算出来 Intensive formula Q 那这件事也是做得出来 那我要讲的是,这三篇文章 这是1987,这是1990,这是1988 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 就是反应的第一篇文章 那这问题其实是在实际应用很被重置 因为他们给了数学的第一个Algorithm 自从Reconstruction Algorithm,尤其是第三篇文章,被给出来的 这是拿他们给的 在1988被给出来之后 Numerical他们就知道要怎么做Numerical 因为它有一个数学的Formulation 然后用数学Formulation去让电脑跑 因为Reconstruction Q 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知道持有,或想要知道原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不是说今天两个Data一样的时候 Data就要一样 唯一性是不够的 Reconstruction 才是真的在实际应用的结果 那在Numerical 或是Reconstruction 之后 Application 就是Demma function, EID 啊 还有图像Image Differentialing 或是Invisible Caulking 这方面也可能会看到 或者总的探测 OK,所以 如果不是唯一的手总办 对不起,然后我先讲的是 在读的时候就是第一篇文章 1987 年 从这篇文章之后 这N代1.0.3 就像您刚说的 维度是不是有关系 那N代1.0.3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人物门 那N 就是Q是L-Infinity 就是Compatible Potential 的系数 Rebelated 是有界 那如果没有界 那如果没有界 都是L2分之人的Bomb N代1.0.3 那很多人在读1990的时候 那N等于2的时候 它的先天性能度 直到2.08 被BOOGAME 克服掉 那这篇文章也是 这篇文章 或者是这篇文章 都是以用数超过千的 就以光益性就超过千 不要去千万 那 我给你了第一个 就是它假设Q是等于C1 然后后来人家就发现 它的Q 根本没有用 它正面的Q说它假设Q是C1 可是 后来人家就发现 它的Q就是LMP的T 它根本没有用到C1的条件 好 anyway 不过它给了第一篇 然后后面就是 NModel 2015 或是 CM6 然后这是黄正兰 2017 NModel 2015 它给了Low Regulity 那为什么我数学中 要读这么多 很奇怪的条件 因为 在档文体要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证明 需要用到 一个东西叫Columnation Columnation Columnation 可以给出Unit Combination 的东西 所以在Unit Combination 唯一研托性就是说 如果U 在一个小的Q 等于0 或一个小的Open Set 等于0 那么U就要全部等于0 如果U满足结的话 那唯一研托性 在Columnation 可以证明的时候 因为Columnation 可以证明 这些所有的反问题 可是要有不同的Columnation 所以大家最想要读的事情是说 如果 在 这些Regulity 都有Unit Combination的情况下 那么 反问题 会不会成立 所以 目前 数学家在想要读 我说在这个情况下 想要读的情况是说 如果今天Equation 只有给你Unit Combination 那Equation 会不会给你Unit Combination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两个的工具都是Columnation 就两个的主要工具都是Columnation 那事实上还没有完全读完 还要很多人在做 因为Unit Combination 其实 走的比 他问题前面很多 因为数学家 毕竟做纯的数学家还是多很多 然后读方问题的还是比较少 那下一步就是 如果 当Gamma 就是刚刚的Columnativity 当这个Gamma 不是Scalumnation的时候走在 当不是Scalumnation的时候 是Matches的时候 就会有 不唯一性 所谓的不唯一性 不唯一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编辑的特量东西 两个一样 但是你得不到Gamma 跟Gamma2 跟Gamma2是不一样的 那哪里不一样呢 这里 我们先讲到三维以上 因为 因为房问题一般来说 就是要讨论三维 N大元3 或N等于2 两个情况 那 所以 Omega用LOOKED Bounty Domain 就是我们不是任意的Openset 就是LOOKED Bounty Domain 就是LOOKED Bounty Domain 把它想成一个球就是了 那 考虑一个 Ruminium Matrix GiJ 用几个的定义定 然后 代理的意思来 所以这边是N-2 考虑LAPLASPIRTUMNOPERATOR 所以LAPLASPIRTUMNOPERATOR 所以LAPLASPIRTUMNOPERATOR LAPLASPIRTUMNOPERATOR 就是这个东西 LAPLASPIRTUMNOPERATOR 这时候 如果 常问题就是问说 如果 我今天 因为 这东西你可以看成是 刚刚的commativity equation 就是 如果外面没有这一项的话 里面就是 commativity 这边是comma divergent γgradient 那γ这边是矩正 就是说 γ这边是矩正 因为这边是DETERMIN 这个小G是DETERMIN G 所以它一个Scale方式没差 可这边是一个矩正 divergent γgradient 那 考虑的反应问题就是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 γ 从边界的 u 送到patial 一样的时候 那 是不是可以决定 这个g 是unique 当g 是Scale的方式的时候 ok 跟刚刚前面反应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当g不是Scale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divergent f 从omega送到omega 就从be送到be 从同一个b 那 我们把f的边界设计是identity 那从这个fMap 我们知道当边界是identity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边界是isometry 那给了它的pullback 就是f.g 会等于这个东西 在集合的语言之下 所以这时候sy 原本的g 在这边 那考虑了gtelta 新的集合在这边 这时候 这条直线被拉弯了 然后其实这条线是gual basic 所以这时候觉得 这两个是isometry 有这两个是isometry 那考虑新的uTelta 也是同样的变换 uTelta等于u的合成f inverse y 那这时候 如果la plusg u等于0 就是la plus special mean operator u等于0 若且微弱 uTelta 会满足新的la plus special mean operator 可是是不一样的g 这里是g 这里是f star g f star g f star g是g的pullback 那它会满足同一个方程 但是dMap会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假设f是identity 在边边上 所以dMap一样的时候 我们量到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 当它是矩阵的时候 所以g跟f star g 是两个不一样的matric 两个不一样的germatric的性质 但是它们给出了同样的founder measurement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变化是边界 但是把向可能变不保持 对对对 所以你在这样的变化底下 你切出的这个 这个nodteloffer 可能还是不足 不过 因为我们假设f 在边边上是identity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 因为它的导数不是identity 所以它导数不是identity 所以法向就变了 对,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讲的时候是 但是你在operator就变了 你就不能claim 就是这个operator就等于看 即使这个operator 没有,它没有等于 它是 它会变,它operator就变 但是你说londa的operator 你就claim它 我是说这个是不一定对的 没有,这个会对 这个是... 因为法向是不对的 没有,这个会对 因为这里,这里 这里是U的F-inverse 对,但是这个londa的operator 还来取决于法向 没有,可是... 你看这个只是 Mosselin底下 这个法向是变的 嗯... 对,想起来可能会变 可是算起来不会变 因为这个F-inverse 这个算起来也是稳变 没有,它算起来也是稳变 没有,它算起来... 嗯... 我们不会贴在上面 对,因为算起来 这一定稳变 好,那是个日子 反正我们从编辑 好,就是两到一样的事情 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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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2003年的文章 我们考虑 对, 法02 的情况 就是... 这个... 这个02 不同样 就是... 反正是一个... 一个... 常数,就对了 那考虑上呢, singular map 就从法02 刮掉01个点 送到法02,刮掉01这个点 然后摆fx 等于1加2分之x 乘上x分之x 那这时候x不能碰到0 但是当x等于0的时候 这边就是1嘛 所以它是1 它会把这个点 map 到一个block 到一个bo1 那在边边的时候 x等于2 x等于2的时候 1加1 除于2 所以是1 所以在fx 在边边的时候 就是1加... 我说当x等于2 x就变成2的时候 这边是2 所以1加1点2 那这个绝对是2 2跟2消掉 所以fx等于x 在bo2的时候 那大f是... point to point 还是 matrix to matrix 大f是... point to point 就是这里 大f是point to point 大f是point to point 大f是point to point 就是x等于2的时候 这边是2 2等于2消掉 所以是fx等于x 所以在边边的时候 它是identity map 那借由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知道 laplace u等于0 在一个bo2 跟laplace u等于0 在一个bo2 靠在一个地上 同一个自己 那叫removeable singularity 那我们有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block 的transformation 在这个情况下 所有事情 就刚刚的计算 算出这些东西来 那graded classes 它们算出来的东西就是 the foundation management 它们会一样 就是意思是 这两个算起来是一样 它们就 缩绕用再进去算 然后算完 就缩绕用再进去算 然后算完之后就一样 那时候有求对层 是就一样 目前看起来是求对层 没有求对层 这样好像是不一样 有 有 有 因为我考虑的情况是求 求的例子 对 可是二位有点三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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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可以到Undermasurant是一樣 意思是說在邊邊上看的東西 你看不到任何的差異 看不到GammaTilta的差異 所以這東西意思是說 今天有個球被挖掉 人站在這邊 物體放在這邊 你看到的邊界的測量是一樣的 所以光走的時候是這樣走 先人站在這邊看了之後 看到同一個物體 跟今天人站在這邊的時候 物體放這邊 光繞著這個球走 所以代表說裡面的東西你是看不到的 從這個Idea中 可以把這裡面放任何你要的物體 所以意思是 這個device 是一個Invisible Coding 就是隱形動畫 可以解釋一下 嗯 就是在這裡 在邊邊上看到的東西是一樣的 這裡 我們要加碼電動就加碼跳 所以意思是說 今天在這個物體的邊邊量的東西 跟這個物體邊邊量的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你在球星那個洞 只要拉大 對 對 就是球星這個洞 把它拉大 在球星這個洞的時候 它的環圈跟沒有洞的環圈是一樣的 因為在Lapart環圈的時候 或Compativity環圈的時候 就是removable singularity 就是那個Singularity 是可以被拿掉的 所以這洞沒有差 那他們得到的東西是 就是這個 不管是有沒有拿掉 或是拉大的情況 這兩個東西在邊邊量的是一樣 也就是說 今天在這個地方量的邊界探測 跟在這個地方量的邊界探測是一樣的 他們差一個球 這裡放一個球 圈面幹嘛就是沒有定力了 因為 因為 這邊只有在這裡 Compativity只有定在這裡 所以圈面幹嘛是多少 其實是沒有差 沒有差 他們只要考慮 就是只要算整個在這邊 R大於E小一點2 因為它是 annulus 的情況 就是這個球 在這裡 灰色區域 所以灰色區域 它不會影響到任何灰色區域 或邊界測量的東西 那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算出來的 是non-unitinence 的問題就是 只要是 ns-tropic 當代碼是矩陣的時候 就會有non-unitinence 然後從non-unitinence 直到邊邊測量是一樣的時候 就可以造invisible clocking 你就可以造出陰性導光 在球的情況 那陰性導光 事實上在meta-material 是真的被造出來的 在這三篇文章 Kendrym Learn 還有 他們這三篇文章 都是在SANS的文章 2006年 他們造出真的meta-material 球的形狀 然後 把東西放在裡面 你是看不到了 所以在實際的物體 測量是這樣 他們真的造出一個meta-material 那為什麼要造成meta-material 這個東西在 自然界的物體不會存在 因為 要讓光 繞著走 所以它是要把光彎去 Bent-nite Bent-nite 要造成meta-material 就是 像 原理想的是 如果用一杯水 插一根筷子 插一摺色 那meta-material 是說 把露眼看的摺色變成這樣 在水裡面看的變這樣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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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進入一杯水 筷子插進來 摺色會這樣摺色 現在靠近一方摺色 這是我的 這是Air 但是 中間它material的時候 因為要把光 要把光 繞開 所以挖在這邊 Air在這邊 筷子插進來 它會沿著 從一個方向打著 然後這東西在自然界 是不會存在的 因為你要把光 沿著 這個球繞 就是光走進來的時候 它不能碰到它 它要沿著它繞 所以你要扭曲光 造這樣的material 這是double negativematerial 現在很多人在造這些東西 就是 對某個測定 平原工才發展 還是 對白光 這是目前的白光 這是你要價錢的 這是 白光或藍光 這是 Blu-ray 藍光是一個合合 我是Plu-ray 看不到 對對對 別的 別的 range 就是double negative 就有可能看到 對對對 所以 有另外一種coding 就是針對於某些特定的frequency 做coding 然後有些看不到 那 更多好玩的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 它光會繞開 就是 在噴曲的那片sands文章裡面 的圖 還有 這東西在 廣義相對論裡面 這是白洞 因為黑洞 是做光式證據 然後白洞 事實上是說謊 不要碰到它 那他們是想說 是不是真的 宇宙上有白洞這種光式 至少被他們覺得就造得出來 因為目前沒有這種物質 真的 是不是 等於說現在說的 每一台門是因為 都針對某個頻率的光 才會調成coding 對 並沒有說 任何frequency 都有coding 嗯 沒有 它是 它每一台門的就是 你要調那些坦數 很多有的沒的坦數 然後那些坦數就是 去找frequency 那這Pandry的快透 白洞 這是我老闆 他無聊去做了一個圖 就是他把他的手指coding掉 看起來是coding 就是 讓光 讓光從這樣走過來 照顧你的手指 看到你的臉 所以 如果有一個引擎頭 我放在手上 你看不到他的手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做了一個 這是他的數學 他發展這些 這些說的東西 所以有一個 不是 他沒有幫他 他就只是畫一個圖片 對 所以說 這東西就是coding的想法 就是 如果我手擋住臉 你是看不到我的臉 可是如果 面臺門就有防個邊 手套 他可以繞過去 就是這個意思 看得到臉的意思 好 那第一部分 就是反問題的所有的故事 那第二部分我想要講的是 我最近的研究工作 那如果今天考慮的 好 所以 你現在給的例子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拿掉 拿掉這個線子之後 有沒有 別的例子 或是別的結構 拿掉這個線子 其實是在 那個什麼 重心 比如說 裡面 如果 堅持沒有重的話 那 你有沒有任何的 有任何的結構 其實 如果在實驗中是沒有 但是 有更多形狀是像這種 就是 像橢圓 可是它不是橢圓 它是兩邊是平的 然後這邊是極圓 什麼都是連過來 然後 你在這邊可以放放東西 結果目前做法是這個 就是你在裡面放 放在一個都可以 那你在邊邊兩次連不到 目前做 目前數學上做法是這樣的 然後實際上沒有辦法 實際上就是 最好的結果就是 Pentry這個東西 目前最好的結果 所以 所以 求得沒有他們退 願得沒有他們退 因為他們 他們說 這是很能造的一件事 就是 真的是機上 在造的事 不是數學上 在使機應用的事 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 那你願意是不是跟 Gi建模 是singered 即使 你願意裡面其實是singered 是 是singered 但是如果是 比如說我的要求來 regular 這個 5 這個 這個 是 要考慮地址 這裡 我已經是說 用POST還是說 對 在裡面是不一樣 就是邊界兩道一樣的時候 裡面的接是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考慮到 你這樣說 那它的存存Mation 就是這個大F 要改一下 這個大F要改一下 改成就是 1 加 我看這不是X 加F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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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像這種文字 就是 我只是隨便寫 我忘記真的數字 但是 我的文章裡面有寫 這個Aproximated Coding 就是 當FF送 或是先給我先鋒 就是一直說 對不起 再送這個句 就是 F送在這邊的時候 它不會碰到零 在零的時候 在零的時候 這東西不會碰到零 所以才會先給我 那這東西可以 就是 F送去零的時候 會稍微浪漫的寫 它保持地圖 所以它怎麼地圖 因為 例如說 在2的時候 在2的時候 是2加1送分子 4加1送分子 4加1送分子 王提法的分子 白送分子 一定的肯定是選 這樣就沒有是消掉的 然後 再來就是 腦道破的問題 腦道破的問題 就是意思是說 如果剛剛的 所有高的Stating 這邊都是 Manus or Pop 那你今天考慮 Manus or Pop A CredVersional Passive Versional Passive Versional Passive Invest Proven 在Namalto的Pay天下 要怎麼考慮 這個問題是 在2016年 首先被考慮出來 就是我老闆跟 博士 他以前兩個博士後 考慮 如果今天有 Fersional Schilling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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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可以證明 Q1 9.Q2 可是完全是不一樣的方法 這個東西在數學上或是機率上有別的語言 有更多的應用 Normal Code的UPU Operator 如果覺得這個東西很醜的話 就把它想成是Brasion Laptop 都沒有問題 只是它的數學方法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東西醜很多 我考慮的情況是 在Ls L to the power S S 介於0到1的時候 L是一個 second order operator 所以這時候Ls就是一個二SO的 indical differential operator 這個operator 我們講這個A是CNEMS 然後這個紅色Condition 是Crucial Condition 我們目前拿不掉 還有Simage Az.Az.Az.A 還有Elliptic UniformElliptic 從Spatron Theory 例如說路定的 Fonsum Analysis那本書 的三百多月以後 它有證明Ls可以用Spatron Team 用Heat Semigroup Team 這個Histemic Group是一個 Fonted Self-Elligent Operator 在L2 這個operator 是Order 2s的情況 因為這邊是這樣 這裡是兩次微分 diversion gradient 兩次微分 乘上s 就是2s 字句就是這樣看 或是從複裂轉換 它就是Casid 2s 就是這裡 Casid 2s 所以Order 2s 2s 在這個operator的情況下 如果A等A等T 我們第一件要驗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考慮是 比Version of the Partion更廣 那什麼時候會回到Version of the Partion 就是當A是Identity Map的時候 就Identity Matrix的時候 Ls就是Version of the Partion 因為 一個是疊算 然後另外一個直覺看法就是 把這邊帶A 所以Diversion Gradient Version of the Partion 的另外一個定義 可以解釋是Version of the Value 這東西在Anonymous Diffusion 或是WProcess 在Probability Theory 都有用 那 在反問題的推定下 要怎麼玩這種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給了一個Domain 今天給了一個Domain Omega 今天給了一個Domain Omega 那我知道它外面的LevyProcess 我知道它外面的Process 翻問題 翻問題 Print Period 那我是不是可以決定裡面的Process 因為 反正題就是 我們想要從外面直到裡面 所以 今天的 Nomarco的推行就是 我在外面做一些機率的Process 那機率Process 如果今天兩個機率的Process 在外面一模一樣的時候 裡面會不會一樣 裡面我進不去 所以裡面我要看也不一樣 那當然也是會一樣 在這個情況下 那有更麻煩的地方是 更多的數學表示是 這個LiS有一個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就是Kernel 然後這個Kernel 會滿足這樣的PointWiseS 就是它有一個T1、T2 兩個不一樣的常數 然後它的Power 是X-Z的N加2S 那這個Kernel 沒有任何的representation 我說它沒有任何explicer representation 但是它有PointWiseS 那這個PointWiseS 這個Power is nothing but 這個Pershional差弦的Power Pershional差弦就是 X-Z的N加2S 然後推廣的時候 然後 這東西在Karferri 跟Stinka的文章 是前年 2016的文章 他們證明 這個operator的Decade 就是這樣 的PointWiseS 就是這樣 那從這個representation 跟它們的對稱性 我們可以算出來 LiS有Integral representation 那為什麼一定要算出 Integral representation 原因是因為 X-Z的representation 沒有人會用 就是如果只有這樣的 operator的representation 沒有任何極分性質 沒有任何的東西 就是TeethMyGroup 說實話真的是沒有人會用 唯一能在方程上應用的就是 一定要寫成積分的樣子 至少是Week 我們連續 這是最低限度 就是從變分的角度 至少一定要變分結構 積分結構 我才有辦法去做方程的事情 然後 在anhestopic case 因為我們考慮LiS LiS是AiJ 所以它是一個 非正常性的融合性 考慮的反問題 就是跟剛剛的一模一樣 因為剛剛最早考慮的是 menus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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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那邊邊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導致Q1 等於Q2 現在考慮的 nonvalcooperator 就是LiS加Q 在邊邊一樣的時候 如果DM nanaQ在邊邊一樣的時候 反問題問的是 nanaQ是不可以給出一樣的Q 可是 setting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裡是non-local operator 前面是local operator 而且 前面的情況是 因為是local 所以我考慮的operator 是la plus minus la plus plus Q 等於0在裡面 U等於G 在邊邊上 但是non-local的時候 我們量不到邊邊 因為non-local 它是一個隨機構成 像機率的 它是process 它是continuous變動的 但是process 量的時候是要在外面量的 要在整個exterior總面量 所以在non-local的時候 它的setting 是要用這種東西setting 那這個東西是 考慮他們 那個group 在2012年的時候 提出這樣的dirish problem 然後去 solve 這些問題 然後再繼續用上 或在financial mail 他們給出了某種程度的解答 可以解決optimal transportation 或是financial 你說這個問題 光給你 所以 U在boundary gamma 是沒有辦法決定的 對 因為 定義的問題 這裡 LFS 是RN的全部積分 所以當 在U的時候 要知道 U在縮點的行為 就是 U至少在縮的地方 都是要被 k-wave defined 因為它是non-local operator 然後non-local operator 意思是說 它一個點的微分子 不會是一個點決定 而是它的整體積分的決定 然後就是 the review process 這個 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那種不需要 外面的 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定位可以 舉步 就是要那個 因為 那舉步化的話 唯一的定義是 spatial path 這是 spatial path 如果要舉步 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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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定法 就是這個 manus r plus a 在omega下面 就是 omega是 omega是bunding 然後舉步化進去 u 等於sumation lanta j 可以從1到5千段 pyj 面積 u 在pyj下 的東西 然後這個pyj 跟lanta j 是滿足 manus r plus pyj 等於lanta j pyj 就是 pyj是econfunction lanta j是econvalue 然後pyj.0 在邊邊上 就是delicious property 對 delicious eigenvalue 這時候定義的 是 上馬爾林剛說的 就是globales的定義 但這個定義 跟 跟 pyj 這個打partion的定義 差太遠了 這兩個定義不能講 因為 有一些文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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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reparator 是有人說了一件事 說 這個operator因為它是constant eas equation 所以 所以 pyj是seeing 因為 你從shortes 編輯是0 pyj這個一定是seeing 反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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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角度看 peration of partial 角度 如果真的是 peration of partial difference u 等於 nanda u u等於0 z 因為這邊一樣是nex 所以不能是nex 所以 menus的話 只是這個 menus的話 這時候 u 最多是cs 也就是說 accumative problem 對於 peration of partial 最多是holder 這個s就是這個a 但是 但是 對不起 2a 因為是2a 就是 這個東西最多是2a 但是這個東西是生意性的 它沒有本質上的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定義是 兩邊是互相 停水不犯河水 這是過不去的 除了這個結果 你們 你們 覺得說這兩個定義有什麼關聯性 完全是我一點關聯性 有一些關聯性 但是這關聯性非常沒有低 就是低到 因為這邊差太多了 這是輕易聽的題 可是這個是cls regulity 實在是差太遠 它關聯性實在是不太大 有一篇文章叫做 tank equipment definition for varration of partial 就是這個operator 然後這個operator 那一篇文章裡面也說了 這個operator 跟這個operator 事實上都沒有任何關係 還有另外一篇文章說 spatial definition for this one 它就是說很多人 甚至把varration of partial 在邦地同盟上的定義 跟一般的varration of partial 的定義完全搞鬼 然後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 那一篇文章說 卡巴里他們的第一件事 去檢查他們之前 他們已經有沒有搞錯定義 因為他們真的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說 他們很lucky 沒有搞錯定義 所以這個定義 那一篇文章是很難 那叫什麼spatial analysis spatial definition for varration of partial 或是邦地同盟 就是它下面要換個omega 那麥克斯要發個omega 然後 對於這樣的equation 做universe problem 就是如果BMF一樣的時候 能不能決定Q一樣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的commodation 不過是在lunlocal的設定下 做 那lunlocal的設定下 其實 好玩的不是好玩對它很英勇 好玩是好玩對它的數學 所以要聊的話 是不是要把全面外面的重點很高 對,所以我現在不要講 事實上不用 你們好玩另外就是不用 在這邊 因為Q 這件事情是 我跟我的同事 Twin Gauch 還有一個學生 小經理我們去年做的 這本上在CPDE上面 就是如果Q&Q都是兩個bundi potential 那W和W2是任何一個 任何兩個uptray open set 在外面 在外面 那量的時候是 隨便量在W2上 不管W2多小 不管W1多小 隨便 就是open set 兩個open set 那只要在 這兩個上面量的東西 是一樣的 只要Q1多點Q2 那這東西是個local data problem 就是 我不管怎麼量 我不用量到全部 我只要量到任何一個動 W2 W2是隨便的 所以 圖在這邊 今天Q1Q2在裡面 W1W2 隨便放 你可以放EX的bord EX的bord 很小很小很小 放到外面 我就疊量在W2上面的DMS 就疊量在W2上的process 所以 這個在機率的語言下很強的意思是說 在W2裡面 一個很小的process 它可以影響全部的process 這拿到核心 那這件事其實沒有很疑問 在至少跟陳振健 UW的一個機率導師討論 他們說 這東西其實在機率的 特別發生上 是完全 一點都不意外的直覺 就是 因為它是random 像 交替容易 像光面Motion 當你可以 決定了一小部分的光面Motion 你可以決定了整體的光面Motion 謝謝 原來 傳統的B2N B2N B2N這個MAP 定義就是一個 Function Defined on the Founder 對對對 或HV或HV 對 對對對 因為現在說 這個D2N的 定義就是一個 定義是 定義在外面的 不是定義在包圍上的 對 是定義在外面 對 那你說 這整個外面 你只要看 一小塊 一小塊就可以決定 對 因為Nomocor性只是 一小塊或就定 然後等一下還有一個問題 會跟你說 好的 是因為算子有問題 對 就是 技術員 傳統問題之後 你要 你第一次會是 上面所有的東西都知道 因為 整個 整個 整個面部都知道 你才能 下位定義 對 現在是 OK 然後這東西還有一個地方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Nomocor的東西 它是 就是上面說的 沒辦法丟在電視上 因為不知道 Nomocor下一個步會往哪一走 它是一個 Random Process 所以機率的東西 你沒辦法預測它 下一個步往哪一走 但是好事是說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 隨便量一小塊 在W2量的時候是一樣 在裡面就會一樣 在裡面就會一樣 那意思就是說 從這邊很小地方 可以 對任意的 或是 互利對量 given any 所以 基本上你只要量 給一對就可以了 給一對就可以了 一對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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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W2 先given given any W1 W2 然後我去量 在W2上 W2是先given 就是 我今天隨便 我方便量的地方 量到為止 來 那這什麼 那這什麼 那譬如 W1 W2 Omega的邊界 為什麼 John 是John 對 他只要在 Omega外面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 在Landa 是在Omega的邊界上 可以在老闆算 沒有 Landa是在Omega外面 Landa Q是定義在Omega外面 OmegaE是 RN扣掉Omega 所以它是定義在Omega的外面 那W1 W2 是不能碰到Omega 只是它在Omega外面 它可以碰到邊界 因為是OpenTay 只要講個OpenTay的邊界 是不會碰到一些 所以 不像老闆說 是在外面的 對 那 這東西是可以疊算出來的 就是 對 所以 問題是在Omega外面 就是 對 所以 問題是在Omega外面 G是在外面 所以 解外部的Data 解裡面的U 然後 送到 這個Operator去 如果你要秀這個 真的解 可以Expand到 外面 對 可是因為 U本身是定義在全空間 原因是因為 Operator 的行為 Operator本身 定義在全空間 Operator本身 定義在全空間 所以 U在全空間 它只是在 裡面 滿足這個方程 外面我不知道它滿足什麼方程 外面沒有什麼方程 U是 就是 Ls 跟 Version Lepassion 一模一樣 Version Lepassion 是全空間都有定義 然後我在一小塊 它有Equation 可是在外面 我不知道它的Equation 總得到什麼樣子 那 我這樣可以算下DMF 在Non-Local的情況下 那這時候量是 只要量在紅色的地方 我隨便給W1的這邊量 量W2 W2一樣的時候 它裡面就全部都一樣 它跟既然沒有Equation 那你 Version Lepassion 那你 Version Lepassion 完全對這問題 沒有關係 所以你很會 有這樣的控制 哦 哦 對對對 所以這個控制很surprise 叫做 叫做 Stone Lings Property 現在也會看到 就是有一個 Attention Property 它會跟你講 怎麼控制 所以你要告訴我們 對 對 它不是隨便的 對 它是要在 所以這種 Nombal Corporate 像Fersion的發線 像我剛剛說的 我們定義的 Ls 當A是更一定的 很低的時候 還有這些事情 當Revd更低的時候 還不知道有沒有 還不一定會有 所以 好玩的地方在這邊 就是 我們有這個定理 可是這個定理的證明 叫做 Approximity Approximity 我們用一個 B進方法 然後這個B進的結果 是在下一頁 OK 所以第三部分 就是 Approximity Property 特別是 論給 論給 Approximity Property 這個詞 一開始出現在 Office的 Complex 那本 黃色小黃書 他說 如果一個 Complex Analytics Function Diva Equation 那 是 Complex Analytics 的話 那麼 它就可以被 Complex的 同學都沒有畢竟 在Office的 那本 黃色小數 D286頁 他會給一個證明 那證明非常非常短 就是用Complex 第二輪 大概 四行就算完了吧 那在 這個情況下 因為它是一個Diva Equation 所以 很多人就去想說 如果是 一般的 平原方程怎麼辦 那 平原方程的 在一般的同源方程 二屆同源方程 剛剛的Divergent A GNU 那還有一個Solution 簡單講的 Laplace Equation Standard Laplace Equation 那一個Solution U 在小的Ball裡面 它可以被 大的Ball圖裡面 的解 做逼近 這叫 Rundle Faciline Property 那這要怎麼證呢 就是這樣 Week Unit Combination Week Unit Combination 對於 任何的二屆同源PD 會引排 Rundle Faciline Property 那 很多人證 就是後面的 Peter Locke 還有Margrange 他們在很早的地方證 尤其是Peter Locke Peter Locke 他在1956年 他在1956年 看了一篇文章 The Beatty Results 他證明了 Week Unit Combination Property 那一篇文章 在 CPA 我記得 然後他這篇文章 是直接 給說 在任何一個 二屆同源方程 的時候 若唯一聯繃性 就是Rundle 若且為榮 一般的證明 Commander他就給到 Week Unit Combination imply Rundle 但是Log Spot 推回去 從Rundle 可以推回去 這個Property 在NoLocal 情況下 對不起 在NoLocal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就是老金剛說 要怎麼延拓到外面 這東西叫做 Strong Unix-Property Strong Unix-Property 很特別的利用在這邊 如果 Use HSRN HF就是一個Version Software Space 反正是一個解空間 滿足 U 等於Version Laptop選U 因為我說把LH 想到Version Laptop選 或LH U滿足 U等於0 跟LH U等於0 在任何一個open set 隨便 不管這個open set 多小 雖然它小到Port 都沒關系 那麼 U就會等於0加RN 所以這個 伏特是給了一個 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RN 這是一個RN 你現在給一個Port 很小的Port EF上 F F 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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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U等於L C U等於0 在這個OF上 就會Infline U要全部都是 在Internet Space 一般的 一般的Laplace 一般的任何扇子 任何的Differential Operator 全部沒有這種性質 不可能有 因為 U等於一節位分等於0 U對於是常數 U等於二節位分等於0 我都意味道 U等於二節位分等於0 U就是一條線 U等於三節位分等於0 U就是一條線 是一個Pirabolic 我說在U的情況下 那 這個東西跟你說 如果在這個小塊裡面 你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Not loc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等於0 而且U等於0 在這個小區域裡面 通識等於0 全部都是0 它沒有任何機構 它外面不可能模式0 然後Laplace 就是它Compate to Laplace 情況下 就是這裡 Compate to Laplace 真的Laplace U等於Laplace U等於 U等於 在波瓦 我就說波瓦就好了 那 U等於多少 在外面 就隨便放嘛 因為外面沒有任何Equation 外面沒有任何限制 這個Equation 外面沒有任何限制 Laplace 外面沒有任何限制 就是Laplace 掉在波瓦裡面 所以在外面的時候 它並不會有任何限制 所以U可以滑到一個U U等於100萬 U等於1000萬 U等於 曲線函數 隨便都可以 但是在 Not local Operator 只要一小塊是0 LSU等於0 全部都是0 那是因為你的那個 解讀它 有牽涉到外面 對 因為定義的方式 就是LN 因為LN 定義是 全空間 然後這個Operator 其實 某種程度已經跟你講 外面它還有一個Equation Illicode 所以它Hubble還蠻強 對 它Hubble還蠻強 可是 我要說一個 就是 這個結果 就是 這個結果 是整個 反觀體重最難分的 這個證明 非常非常複雜 就是 也不是複雜 就是麻煩TTS 就是需要做很多 或者 有的美的迭代估計 還有很多事情 然後 這是重點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一個小塊 等於0 那全部都是要 在全空間 人家說 Factional 發展如果 基本去 不在全空間 就在Omega上 會有什麼 如果 在Omega上 就會變成那個 這個 就是它 所以 就是一模一樣 第一要有假證 那個 那明明要有一些 regulatory的假證 就不能隨便 那是 Tulidio的人 還是 Tulidio的人 Tulidio的人 所以有文獻嗎 有 文獻嗎 哦 我想說 我想說 文獻有 文獻有 就是 有一個想說 好 等一下 這個想法 看看有沒有比較 一句話的idea 一句話的idea 嗯 好 那不用 那不用 我覺得 很好 其實 可以有一句idea 就是 對 你心裡說得很對 一句idea是這樣子 LHU等於0 所以 因為這個 這個Tunnel是正的 對 這個Tunnel是正的 所以 直覺上想的就是 Fx要的FP 因為裡面要的M 直覺上 它有很多正負相效的可能 不過我們說 我們先猜嘛 就Fx要等於Fb 對於所有的FP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常數的函數 看起來也是一個常數的函數 然後看起來是一個常數的函數的時候 加一個條件說 加一個條件說 U也要等於0 所以常數就是0 就是這樣 嗯 就是你可以從operative 猜一次這樣猜 但是 整個證明是另外一件事 然後這個證明需要用到 Dingar Toria 2010年 Extension Problem 就是LH 它可以做 High Dimensional Extension 可以 加一個 One Dimensional 的Curred Direction 這個東西是 這個看起來非常非常醜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這個東西 很簡單的看法就是 這次RN 然後這裡寫LH U 做Extension 做Y Dimensional 外大於0 的Extension 上面的Equation會滿足 Divergent Y的E-2S A X Gradient U Tilt A 然後 U Tilt X0 這是Y-0 就是限到這個平面中 Y-0 Nunthing 版 UX 這是它做的事情 LSU 這個operator 用 那個 把寫成 逆幾分的樣子 它就可以寫全位分 Divergent 但是 Y-1.2S 它不是Extension 因為Y碰到0的時候 當X大於0 當X大於2分之1的時候 就是負格 所以它也不老 在這個平面上 當X小於2分之1的時候 Y碰到0的時候它是0 所以它是一個Digent Digent Digent 所以是一個Local Equation 可是是Digent Digent 這個operator在1984年被 Kennig 跟Jerison 他們讀了很多 相關的東西 在這方面 那其實 這很厲害的地方是 Coverry跟Coverty 他們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做這樣的Extension 然後最後 所有的Regulated系列人 可以回到Kennig的文章 所以他們就把 很早的Local Equation Digent 跟Non-Local的Extension 都在一起 那就可以 所以 適當的證書 我剛剛講的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 如果 U跟LS U等於0 在任何一個小的open set 那U就要寫很多事情 那這東西其實 是要很好看的這邊 只有這個這邊 是很補充的 第二件事 就是Rune 的Proximity 那 Rune給的Proximity 跟剛剛的不一樣 剛剛的 我說的是 Compass and Elite Function 任何一個解析函數 可以被多像是逼近 或是任何一個pd的解 可以被另外一個pd的解 總共有pd的解 可是在更大的走面 逼近 那LS的情況下是說 給定任何一個L2函數 隨便 Given, Given F, L2, Given Any Fsign.0,隨便 我們永遠可以找到 U Fsign,滿足同一個 operational operator 的 equation LH,加 Q 等於0 使得他們要靠近,有多靠近,就有多靠近 就是 U Fsign.f,在 L2 等於,小 U Fsign 這也是我去年跟他們寫的同一篇文章裡面有的東西 更早被發現的時候是 這三個人,這篇文章是2015出來的,不過是2017的被寫出來 他們證明說任何一個CK function CK就是一般的 K2 微分的函數 都可以被CK function 的 operational operation 避免 這個訊息給的更強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任何一個 operational operation 函數幾乎就是 K2 微分函數 所以那篇文章叫做 All as harmonic All as harmonic functions are locally Smooth 所以任何一個 operational operation 的解 幾乎就是Smooth function 因為你可以做筆進 筆進到任何一個Smooth function 那我們最廣告是說 考慮任何一個 L2 function 可以被 LH 加 Q 做筆進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結果 那在板根底下怎麼用呢? 板根底下怎麼用呢? 板根底下怎麼證明呢? 就是很簡單 那來 Q 雷呢? 我說是板根底證明很簡單,不是說前面正面 前面,因為在 non-local 的情況下是 forward problem 比 inverse problem 啦 所以 forward problem 要先花很多時間做 然後 inverse problem 就很簡單地栽進去 如果讓 Q1 也讓 Q2 在任何一個 open set 下面 對於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到這件事 歐美角的 Q1-Q2 成 然後 U1-U2-Dxdmit 那這個 integral identity 一出來之後 我們用剛剛的 approximation property 因為我們剛剛說 任何一個 L2 函數都可以被寄進 所以我就把 U1 逼進到我要認的 任何一個 L2 函數 F 我把 U2 逼進到 E 在 boundary domain 一定是 L2 函數 因為長數函數 在 boundary domain 上可積分 那這時候再進去的時候取極限 U1-U2 就會收聽到 F 乘一 就是 F 那根據此分析 Q1-Q2 一個函數 乘上任何一個 L2 函數等一個 唯一的可能 Q1-Q2 是40 所以 從 the approximation theorem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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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就正了 就是 U1 收聽到 F U2 收聽到 E 這個時候 F 是隨便的 你就隨便再進去 所以知道這個東西 F 是任意的 任何一個函數 乘上任何一個函數等於0 唯一的可能就是這個函數 所以 Q1-Q2 所以 Q1-Q2 所以 Q2-Q2 Ideal 但是前面要 先證明 Runge 還有 Strong Unikings 然後這些東西 其實在 我們那一篇文章 最少是超過二十億的 就是 這兩個定義的證明 為了要證明這兩個定義 那一篇文章 主要在寫 寫正文集 然後最後 給一個應用可以幫人集 所以 就是 我在哪裏 我第一個工作 然後 再給我一個NAS 所以 如果LAPAS的Case 就不用這個可惜 對 可是LAPAS的Case 是更不大 因為他們自己給我搜尋 就是 它是另外一個 Averine 然後那個Averine 已經發展了 再經營 就把自己標籤了 然後那個東西 其實很多Model在應用 那 就是 另外一個叫做 CGO手術 然後 CGO 就是Complest Geometric 這個手術 就在Local的情況下 我們要用的東西叫做 Complest Geometric 腹肌的方學階 Optics 動物學階 就 簡直叫做DG 然後這東西 這東西 欸 我這東西沒有 不過 因為我可以完成 因為時間 快要到了 所以我想 請幫我工作檢查 那這是第一個工作 然後 五分鐘內 就可以結束 那 再來一個工作 是 我跟一個德國人做 他的 他是現在大概 40吧 剛40 然後他是在德國 一個 他有一個網站叫 Numerical.com 你就打Numerical.com 就他 他做Numerical 可是他的 數學分析超級好 我不好意思 讓我有點意外 我們可以contract一個東西叫做 Localized Potential 意思是說 滿足 同樣的 Versionale Partion 加QU等於0 在Omega裡面 然後隨便給一個N N是在Omega裡面 隨便一個 Opensate 或是Majorable Set 其實事實上是Majorable Set 不過 Potentally 我們是說Opensate 那我們可以把 這樣的Sequence Concentrate 在這個Opensate上面 讓它爆發無限大 其他地方都是到底 那這有什麼用處 在應用的時候 Localize 事實上 它會讓你的能量 Concentration 能量只要Concentration 就可以造成 減減減暗 例如說 這個就是光太多 那我只要把光 Localize 在某些人的座位 或是某些地方 大家都看得到 那就好了 因為其實不用開通做燈 這個在2014的諾貝爾 物理講 他們有做了 他們發展了一個 叫Localize 在BlueLight裡面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 真的是把光 Localize 在你要的地方 然後更多的應用 例如說 在場上 打手機 然後Tech 手機開沒電了 又不想拿充電線 那怎麼辦 Localize 把插座的電 送到你的手機的電 這是無線充電的應用 或者是 在高鐵上 要接電話 或高鐵上用Wi-Fi 因為高鐵的速度太快 所以你的手機 要隨時從這個機器台 換到下一個機器台 或換到下一個機器台 要是我們把這些能量 Localize 在你的手機器附近 讓訊號變好 這是什麼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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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高鐵的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考慮成Pixer 沒有任何問題 有一篇文章 應該是這個月底 或下個月會出 我跟同一個人 還有另外教練 黃宇宇在香港 我們做了這篇文章 在他們的問題 我們做數學model 在Mexel Equation Localizing and Contrating 就是Ted to make and build 那些是01之間 沒有 沒有 這是01 Version of Ted 再來的文章 是一般的Mexel Equation 不用任何的 Localize 對於比較固定的應用 也可以用在Ted Common Occasion 在我們新聞章會寫到 一定寫啦 不是會寫到 還沒出來 然後還有別的 approximation 就是 If only 就是 就是 一般的反問題 如果我們有 裡面的Potential 的Inc Monotonicity 那就會有 Ted method 的Monotonicity 從左邊到右邊 是一般的反問題 才會有 可是 從右邊到左邊 一般的不會對 然後唯一的情況下 在右邊會對 從右邊到左邊會對 就是在 Nunlocal的情況下 也是我跟他的Drum work 那從這Drum work中 可以考慮出 Q or back 我可以用任何的進行方法 做Recontraction 那這東西 就給了剛剛反問題的 我們要考慮的是 Uniqueness Sability Recontraction 然後這裡就考慮 Recontraction 在這個情況下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考慮 Shipers Problem Shipers Problem 是比較實際的應用 就是 如果今天有 兩個D1、D2 在兩個Domain裡面 就是 如果今天有Omega 同一個Omega Omega 這裡有一個D1 這裡有一個D2 然後有兩處理科學訓 在D1外面 U1加Q1 U1 跟 Ls U2加Q2 U2 等於 那裡面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什麼 D1、D2裡面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 Equation 就要定義在 Annular上面 後面的擴掉D1 跟後面的擴掉D2 那我這時候 在邊邊上 這個外面 Ecterial Data 我量到的東西 如果DMAP是一樣的時候 我可以證明 D1能與D2 而且Q1能與Q 兩件事 所以我在外面 量到東西 這裡 量到DMAP 跟這裡 量到DMAP 當這兩個是一樣的時候 我就可以 imply 這兩個D 一定要是同一個位置 他們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兩個Q 也是要同一個Q 那這個問題在Loco 是open problem 已經大概20年以上 然後到現在 還是沒有被解決 可是在我們 NomLoco的情況下 去年年紀的時候 我跟 有紅女還有他學生 把他解決 那 差不多最後了 我想要講的是 Comparison 跟NomLoco 的不一樣 Loco 就是絕對沒有Stroming King 就是 在任何一個小區域 等於0 Loco覺得不會有 NomLoco還有 可是你要 這個很難真就是 然後任何Approximation 和Property 在Loco的情況下就是 它可以 Approximate任何的Solution Solution Approximate白Solution 但是在 NomLoco的情況下 是L2 function Approximate白Solution 就是剛剛那個 很大的便利 L2 function F F是anyL2 function Approximate白Solution 所以 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Loco跟NomLoco 不一樣的地方 在Approximation 不一樣 還有Strongness不一樣 所以operator 就是operator的本身性質 跟反感情沒有任何關係 那在這個operator本身性質下面 後面怎麼做反感情 反感情就是 最早講的Inverse Problem 二維跟三維不一樣 因為二維的情況到 2.08才被解決 三維的情況是1987 就被解決了 可是NomLoco的情況下 跟Dimension 沒有任何關係 還是NomLoco 結果 Get onProblem 沒有完全Soft 可是 這東西完全解決 NomLoco完全解決 因為Softive 就是Ls 前面有A.I.J. 可是 也是沒有完全Soft 然後NomLoco 一直全部解決 去Problem 還是Open 這裡其實都解決了 但這三個問題 如果可以CompeteSoft 在Loco情況下 這三個問題 是十大其他以上的任期 那 為什麼NomLoco會這麼好 首先是NomLoco簡單 是因為NomLoco 它會傳遞去 Stroning Utains NomLoco的Stroning 是可以放棄的房間 所以 只有我防止的原因 在NomLoco最大的東西 就是Stroning 一旦Stroning Stroning Utains 下面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接得來 那下面的東西 有了房間就解決 所以上面就是 任何PostimateProperty 對於一般的 2.8pd NomLoco的Operation 是手錄的Postimate 那對於Compete 我們要有很多的假設 才有辦法做 任何PostimateProperty 然後NomLoco的Operator 就是要 major所有的外面的項目 那 NomLoco有 Stroning Utains Property 可是Loco沒有 然後Runk也是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一些Future Earth 就是我跟我老闆在寫 NomLoco Inverse Problem 對於 因為剛剛是 剛剛考慮的是LF 所以現在考慮的是 Postimate 就是Postimate Postimate 然後還有Grenwork 會語跟Comperelli 這個是Comperelli的學生 然後我剛好多問題之後 他把他老闆拉進來 我們考慮的是 也是通常的Operator 但是對於Postimate 的問題 然後是在行動上有應用 還有 劉鴻宇 我們考慮的是 DestineClocking 那DestineClocking 其實意思是說 不是Clock一個物體 是Clock一個Event 因為Tine會弄 所以是 一件事件在發生之後 你要是把它弄不見 還有 我之前的文章 對 Jennifer Mueller 然後他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中你Murico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就跟他訪問 去訪問他 後來他發現可以做 所以我們 這文章他正在寫 還有跟我朋友在做 Honionization 對於MCC 是Gather的 那當然就這樣 謝謝 謝謝 你那個Postimate 你那個Postimate 也是有DestineClock嗎 沒有 沒有 如果是 你這樣有Postimate 之後 如果是考慮 這個 如果是考慮一般的Postimate 然後他發現 然後 你看 U之後 DestineClock DestineClock 會在幫你動 這要幫你動 然後 U等於0 在外面 這是Honwell DestineClock 然後正面很簡單 就是Luximil Grant DestineClock DestineClock 就是Compat 然後這都會有 可是後面就要幫你動 好 U要等於0在外面 這個不能在對面上 要在捉摸裡面 你那個幾個定義 假設說 0就是它的 Icon Valley 對 對對對 那你就是 就是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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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假設就是 主要就是 有一個 unique solution 對 要有一個 unique solution 讓這個Map 其實很簡單就是 Q5等於0 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這個 U在這個 exterior是等於這個 G 所以你 看來這個 也不是一個 linear的算子 對不對 如果Lux固定 它是0 就是 因為 U1加U2 就這加 G1G2 那邦德又不一樣 對 邦德又不一樣 所以不是現行嗎 U1等於 U1加U2等於 G1加G2 比較有問題 會不現行嗎 對 我說U1 Q1 U1等於 而如果是Q Q不一樣 就不會現行 如果Q一樣 當然會現行 就是它可以把Q 通過 upgrade的通過 出來 所以你有沒有考慮 那個potential 是 對 不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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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Lux會 會讓 這邊加分區 對不起 Lux這個地方 因為陷阱是這樣 陷阱 那你那個potential Q有沒有考慮 send sign 有 Q是所有的東西 Q是只要讓 0不下一個value 所以 Q可以是負的 Q可以增跟負 Q可以增 那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Q是大於等於0 這件事會不會對 就是 Q大於等於0 這件事就不懂會對 所以你那個presentation 還是positive 對 因為positive 在這邊 因為有這個下去 所以 乘上去的時候 fx 如果兩邊都 都帶f來 在fx 就大於等於 增加接著幾分 對 你剛剛舉了 幾個reference 有幾個我都累次 其中還有一個 可是我的好伴 哪一個 就是 1990 再早一點 還有一個woman 不是 Nakman 這個 是 Nakman Lay Nakman Malik 不就在外面 沒有 Nakman Nakman 啊 Nakman 我也習過他們 可 Chapel K Greniv Wak Nakman 對,Brennitz 我知道,這個 對,Brennitz 這樣 不過這也很久了,2003的文件 對,很久了 所以其實Clocking在這邊發展得差不多 再來就是Bitpack 就是如果沒有太frequency的話 沒有太差不多的結束 然後最主要的Open Province在這邊 反正問題如果要賭所有東西 最大的Open Province 是在 這個Kate,1FDDD 爛打跟mue,差兩個搭 這個情況就超難解釋 如果說邊界一樣的話 是不是可以調整爛打完的1F2 要寫明晚的mue2 這東西他們所有人都說一定要寫碎碎的 這沒有錯 因為很多人給過錯的證明 這問題錯進來就1FDDD 有 其他東西別掉,只有1FDDD 1FDDD可以做很多的Clocking 我之前做了一個Clocking 1FDDD 那就是 後面發現可以拿來做Decentable的Clocking 就是如果你進入一個Readyway 你要怎麼把Clock掉 那在大樓蓋子線 先到Clocking之外 所以地震發出來的時候 不過會被消失掉 那種地震對於大樓影響不要那麼大 就是想化的狀況 影響會看你 好,我們今天再次謝謝 李教授